发生政变 连美国都没有预测的出来 那正好宏都拉斯 欧德加要处理宏都拉斯的政变事情 然后他这个外交勒索的这个金钱也拿不到 私人的钱拿不到 所以他有点不高兴 这两个原因之下 他做这个措施 所以不是外交部的这个 我个人认为外交部的责任并不是大 而且在当时处理非常好 这个苏奇跟欧宏念跟马英九临时就决定了 要西方严重震动道歉 我们不惜召回大使 不惜把这个刚刚要送去的三百万美金两百万机抽回来 所以欧德加说这个不得了了 那我非得要道歉不可 当然这个基本的前提还是因为两岸的外交修兵 因为欧德加没有办法去跟中共 那你不理我了我就到中共去 中共说我也不要你 所以这个使得他没有个bargain power 这是外交修兵的最大的好处 和跟陈水扁八年执政最大的不同 所以这是我要特别强调 这个积极性跟建设性 所以马英九的第三次专访 是有必要的 而且是成功的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吴博士 就是这一次我们注意到马英九总统过境美国呢 除了这个他有一些例行性的这个过境之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他回城的时候 也到了夏威夷去访问 也特地去看了当初这个新中会的这个地方啊 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代表说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其实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势 其实有快速回温的一个迹象 好的 这个也是特别值得 我们来报道给大家听众观众的 那么八年的这个陈水扁执政呢 使得民进党和美国的政府呢 产生很大的误解跟不信任 这一年多来 几乎这个台美关系的互信呢 几乎恢复了百分之百 几乎百分之百恢复了这个互信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马英九自己也了解美国 所以在台美关系方面来讲 那么美国在台协会都说像加拿大的太阳一样温暖 所以这个已经把这个形象这一年多 我刚刚强调过 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和平的缔造者了 不是一个到处封火 到处去烧火 到处去变成一个troublemaker 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呢 我觉得在台 美国跟台湾跟中国大陆 中间这个等边局的外交呢 这一年多来是做的是非常有效果的 好的 谢谢两位嘉宾 那么我们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您现在所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被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从马英九的出访 看两岸的外交修兵与双重承认 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美医间大学 国际事务学院顾问 乌合一博士 以及台湾青云科技大学的 严建发 严教授 海峡两的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加入我们的讨论 下面就是您参与节目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 请您先拨 00801 102880 然后再拨866-837-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先拨打108888 再拨打866-837-5161 接电话之前呢 也提醒您 在发表意见或提问题时 请尽量的简短 好让更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都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好的 首先我想先接近台湾的听众 台北的陈新任 你好 请讲 喂 喂 有听到吗 听得到 请讲 好 首先对于马亦九的 对于金元外交经济援助的污名化 首先是不予果同 因为过去台湾其实也是曾经接受 美日先进国家的经济援助 后来才有 后来台湾的经济起飞 发展亚洲四小龙等等 所以说 我们在行有余力之语 对于国际上一些 可以帮助国家 适度的经济援助 其实是应该的 也等于是一种回馈 不应该被污名化 况且洪路拉斯副总统 现在在马亦九上次反问的时候 也能表达不满 说你们台湾把邦交国当成什么 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那再来就是说 那个乌教授一直肯定说 活路外交的效果 实际上我也是 至少一半以上三分之二的程度 是不表口同 因为这阵子还出台湾 住几个非正式邦交国家的代表处 像玻利维亚 韦列瑞拉 甚至孟加拉 都传出了代表处准备台车的消息 这就是因为 据说台湾在这些国家 几乎毫无外交空间 已经空间非常的少 而外交部政务次长 也先前曾经是驻 纽约办事处处长的夏立元 他明白表示 这是中共的打压 那以现在马政府轻忠的氛围来说 夏立元能够做这样的发言 这是充满有勇气的事情 由这个事情来发表的状况来讲的话 那有这个事情是这个葫芦外交 根本就是效果颇受争议的 这是我最大的质疑 好的 谢谢台北的陈先生 好的 问题稍后 我请两位来宾一并的答复 下一位是山东的李先生 山东的李先生您好 请讲 山东的李先生 我想谈这么一个问题 是 就是这个大陆啊 这些机关里边啊 现在是可以说是有功不奖 有过不法 常常是一个葫芦八度里 都这样过 你们对这样的执政 扶持国方式有什么看法 他是怎么能维持了这样 为什么这样 是吧 现在当然这个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 又有权又有钱 说这个很多人一个位置又好多人争 现在是没办法就没办法这样 现在就是这个不上班的呀 比上班的工资高 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不管是哪个单位 一把手他说了 他说牛就是牛 他说马就是马 你白国瓜呢 我这边手已经听不清好吧 好的 我们请了 谢谢山东的李先生 下一位我想请台北的黄先生 也发表你的看法 台北的黄先生 你好 你好 马英杰以为说 那个美洲虾 跟台湾虾一样的 要空手抓虾 他去研究人家 就研究人家 什么 什么那个 给人家无边话 讲了一大堆之后 再去 我告诉你 没有被人家丢石头 就已经很好了 他要讲了一大堆 谢谢 台北的黄先生 谢谢您 下一位是辽宁的电视观众 黄先生 辽宁的黄先生 喂 您在线上了 请讲 台湾 台湾哪有什么是外交 你们几个台湾人 成天自己安慰自己 自己 自己 安慰自己 如果哪有外交 台湾什么个国家 马英九早晚是 不 马英九 资料早晚是被被共产党解决掉 我 喂 喂 你继续讲 台湾自己在自己 你们你们一天经在自己台湾 你找几个真正大陆的 这都是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我是一个学者 我可以明 我今天喝了少许酒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百分之五十三的大陆 每年调查都是 至少百分之五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至少百分之五十三的大陆民众 现在就要 现在就 如果说现在就 国产党马上说话 现在就可以攻打台湾支持 谢谢 还有百分之三 梁寧的 黄先生 谢谢您不好意思得打断您了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听众观众 不过谢谢您发表您个人的观点 下一位是桃园的徐先生 桃园的徐先生您好 请讲 桃园的徐先生您已经在线上了